再来看到总统马英九今天上午展开他上任八年来第十二次 也是最后一次的出访 这一趟久安专案一共七天 主要将会前往中美洲瓜地马拉跟贝里斯两国 去回将过境美国休士顿跟洛杉矶 美方的接待规格以及马总统能会面的最高层级 都将为他八年活络外交打分数 而马总统今天在机场发表谈话 重申虽然任期剩两个月 但是外交工作没有看守期 即将展开上任八年来的最后一次出访 马总统好心情写在脸上 你卸任倒数两个月 马总统重申外交没有空窗期 有人问啊 任期只剩下两个多月了 这个时候跑出去干嘛 各位我的身份是中华美国总统 外交是我非常重要的工作 外交不能够有看守期 也不能够有空窗期 因为我们外交处境非常的艰难 反驳不当看守总统 马总统这趟久安专案将前往中美洲友邦 瓜地马拉跟贝里斯两国 台湾时间14号将过境美国德州休士顿 参访台塑德州厂 还要会晤美国众议员 15号抵达瓜地马拉 会晤新总统莫拉雷斯 隔天前往中美洲议会发表演说 17 18号马总统不止将跟贝里斯总理见面 还会跟包括圣克里斯多福 圣文森等加勒比海友邦总理们会面 回程过境洛杉矶 19号傍晚返国 毕业旅行7天6夜 但回顾8年12趟出访 马总统满事得意 相较于我们上任之前 原来跟三个国家新建交 但是却丢掉了9个邦交国 而且德跟斯之间差距是相当的大 我们做到了情能捕捉 熟能生巧 所以中华民国在这个国际舞台上 不但不再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 而且变成一个和平的促进者 刻意拿贬政府烽火外交来比 似乎是在向即将重返执政的绿营喊话 但自己这8年活路外交总成绩如何 包括美方阶级规格 以及接触最高层级 都将是此行观察重点 有点TV综合报道